丞者文加拿大 這個行政院的廠商會補充公務門 不是小機會 我想我必須願幫大家先說驗到 後來我那個行政院廠商會 也在這次的行政組織改造裡面 就到今年12月30日就終結掉了 我們組織改造之後 是併到行政院 變成行政院消保署 是一個內部的單位 謝謝 我們這次還會做營養午餐 也是說我們覺得學校蠻多的 家長蠻多在擔心說 我們學校營養午餐 就業是不是很安靜 其實我們的營養午餐 蠻多我們的衛生局 其實經常在湊液 只是他們湊液的都是 就是怕小孩子吃了會不會拿入這一館 倒是沒有人去對他的食材安全來做湊液 我比較擔心就是說 到底我們吃的肉是不是安全嗎 有沒有放什麼東西下 我們的肉是不是真的 肉藥是不是殘留是安全的 我這次剛才我們講到 我們養餐是有兩塊 就我第一次是到製色廚房的學校自在營養午餐裡面 去學校裡面去抽 所以我身旁是各個學校去 那這一次我們抽的裡頭 那大家可能發現說 為什麼台北市的抽的很少 因為其實台北市 其實真的比較特別 他的學校裡面有自色廚房很少 相對的比較少 都是在中南部 那我對我台北市只抽了一個三個學校而已 但是其實我到台北市去 說我還蠻感動的 因為我比較會擔心就是說 其實食材裡面有很多食材 那我帶自己 那但是我學校 我到那個佛薩婆小區的時候 那我真的很感動 就是說他們的那群營養師 是自己在裡面參與的那群一起煮 一大早就來了 因為我們必須要八點就要到學校去 否則他們肉都會下鍋 但那個營養師就自己去 而且我就看到他們有一個一道菜是肉羹 我就問他說那你的肉羹呢 他說他們的肉質是用肉絲裡面自己去掛 所以真的這個學校我看得出來 如果說我們養師很用心的話 其實都會幫我們學生來當法官 那我後來又到台南去 因為台南下去也比較大 然後又到花蓮、桃園、高雄、雲林、西北市 跟到嘉義市去抽驗 總共我們抽了56件的這個肉餅 那這一次我們抽驗56件的肉餅皮頭 就看得到 像大家看到一個豬肉類 有34件 但是有3件件出來 是有綠莓素跟燈火殺星的 那我覺得這個以後我是沒有把它詳細 其實這個豬肉類 其實3件都是共滿 那我們抽驗5件共滿頭 就有3件減片出來 那我想今天也有在場 以為我們的農會的核管器官 其實綠莓素是一個禁藥 它是不可以使用的一個抗生素 但是呢 現在農民不曉得為什麼還會使用它 我們真的很難理解 我們農會在民國90年就已經公告說 這個綠莓素不可以使用在產實性的動物上面 你可以使用在你的腫部上 因為它其實它是一個早期在使用的一個 掛泛的一個抗生素 就是生病的時候它就用它 可是它其實是對我們人生理不好 它破壞我們的造型功能 那在恩羅薩辛 恩羅薩辛它是可以用的一個動用藥 但是呢 它不可以殘忍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產實性的這個動物 你用的這個恩羅薩辛呢 你必須要提藥之後呢 你才可以賣出來 那為什麼他們再沒有情藥就賣出來 我覺得這個我沒有證據 但是我不排除 我覺得是一個生病的處理 但因為對不起 我真的沒有證據 所以我說不敢這樣講 那再來我就看到我們的肌肉類 我們肌肉類我們又抽的是22件 但是有驗出來是有三件 那三件都是脫氧腔四萬元素 它也是大部分使用在我們肌肉 肌上面的一個抗生素 那這個脫氧腔四萬元素 也蠻那個 它跟我們人也會去用到這個脫氧腔四萬元素 所以衛生署其實對他來講是很緊張 因為它是一個人素共用的一個藥物 那所以他當時的規定就是說 你的肌肉也不可以檢出這個抗生素 可是呢 就被檢出來 那這個檢出來 其實基隆非常地感慨 找了很多的立法委員 也找了我們小老闆 找了很多萬計萬 我們就去開會說 究竟這個脫氧腔四萬元素 可不可以檢出來 那但是在外國呢 在日本跟在美國 都其實是可以檢出的 所以後來呢 農委員會 衛生署就有訂了一個 檢出的一個標準 所以這一次我們被檢出來 可是呢 實際上 下一次你就知道 因為它已經可以參與標準 所以下一次就被檢出來了 那我們其實在消防會 我們行政器官 在我們檢出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會很緊張 趕快就找了 主管器官都照來開會 然後我們也很怕說 我們委託民間單位 檢驗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 可以採納的 那我們其實檢驗出來後 衛生署的檢驗的單位的人 看到這個 民間的這個檢驗單位的 檢驗的那個圖補之後 他確定這個檢驗是沒問題的 所以我們才敢公告出來的 檢驗沒問題 他流程都沒問題 那我們檢驗出來之後 馬上知道確認沒問題之後 我們很緊張 趕快請了各縣司令去確認說 這個不合格的這個肉骨 他的進貨上 是不是真的從 學校是不是 我會很快的 那我們就請他追馬來給我 這是我們出版機關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你東西出來之後 那你是不是要告訴我們 以後不可以再生產 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出來之後 我們也會提報我們的消防會 我們會來報告 報告之後呢 其實消防會它是一個建築機關 我們不是一個實行機關 所以呢 必須我們請衛生署跟請農會 你必須要趕快辦理這些事項 就像剛才我們講的 那你這個檢驗出來 這些的肉鎮品 還有來源的序序序 必須要充實來查錯 然後再來就是說 究竟那個脫兩項四環衛術 是不是真的做得檢驟 也請那個衛生署裡面去考量說 是不是要它的容許量 再來我們也請教育部說 你一定要檢討 究竟你的契約應該要 這個就講到教育部的問題 究竟你本來教育部一直都認為說 營養五家 我們也是莫關的消費者 我們學校買這個食材來用 怎麼會跟我們教育部有關係呢 其實教育部的管理 讓我們覺得怎麼不可思議 學校的營養五三是 學校去跟業者去併併的器材 然後買來煮之後呢 其中給我們學種來吃 所以學校中間的一個建築商 他是責任是不容辭的 應該要必須要負責任了 後來教育部開始 因為這個案子之後呢 教育部有一定的一個計畫 他們現在也是開始 每個縣市每個縣市都去查核 這個營養五三 那衛生署應該要再抽驗了 這是沒問題的 那再關於提到的是 是這個CS的問題 因為我們上一次的檢驗裡頭 有六件裡頭 是有五件是CS的產品 那其實農委會是很擔心說 那個是不是會CS 其實查核結果 他那些都是CS產品 是沒問題的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農委會現在必須要去 針對這些CS的產品去追 為什麼還會被檢出來說 你有殘留 動物要有殘留 那現在就是說 雖然我的CS產品 可能是他們的流程 可是加拿來他現在也規定就是說 你CS產品 你的肉 必須要CS產品的肉 你才可以 叫CS的產品 那後來 我們那個檢出來後 那個報道出來之後呢 其實那個報導也很多 所以院長也很擔心 行政院長也非常的擔心 所以他也叫我們加菜 要再加強檢驗 所以我們在9月的時候呢 就再做第二次的檢驗 那這一次我們做第二次的檢驗的時候 我就沒有再到學校去 所以我就再做另外一塊 就是團戰公司這一塊 在我們 我就到團戰公司去 還有到食材供應商裡面去抽 那我們這一次就抽五十七件 五十七件裡頭 我是有十五件是請那個 農委會的中央巨產 台團法院中央巨產會來檢驗 那四十二件的CS的肉類跟蔬果呢 就請那個台灣檢驗公司來檢驗 那為什麼我們不打分開來 因為我們經費其實不夠 那你請那個什麼 那個農委會來幫忙支出 那因為中央巨產會 他跟 他是是 呃 是農委會向 他們 對不起 應該是他們 支出那個中央巨產會 因為我們怕他 那個裁判間求遠 所以就把CS的肉 就不送給他們 把非CS的肉 才送到中央巨產會去檢驗的 那這一次我們的檢驗結果呢 肉類裡面是有二次件 那有三件是請出不合格的 那這裡裡頭 那後你看我們看到第三裡頭 如果以加工時你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這一次檢驗到那個 生鮮的肉其實都合格的 反而不合格的都是加工食品 那沒有加工的十九件 其實全部都合格 那肉類加工 以十八件裡面 只有四件是驗住不得檢驗的 一個肉類 所以 呃 我想不用再講的夠清楚 那蔬菜裡頭 我們是 這次有抽驗到二十件裡頭 是有六件的檢驗是不合格的 所以當我們的委員看到這個的時候 咦 在台灣嗎 幹嘛有這個大陸 怎麼不合格這麼的高 這是我們檢驗不合格的那個項目 一個是禁煮禮雞 一個是貢丸 一個是冷凍貢丸 然後再來是香水雞排 那不合格的蔬菜是甜豆 小白菜跟柯白菜 還有米豆跟葛蘭菜跟小黃瓜 那這是我們分部的那個縣 是不合格的裡頭 謝謝 嗯 一樣我們檢查不合格出來之後 我們還是都趕快開會 來確認他的那個結果 然後 很請那個相關的先生 趕快去追那個肉類的來源 也對不合格的廠商 要依法來排除 那我們一樣提 都把我們的文會裡面 來做決定 我們請我們的主管器官 你一定要去做 為什麼我們的食材 會不合格這麼的高 必須要提出一個具體的 設計的措施 然後來提報我們教會的一個文會議 來報告 然後最主要是請教會 你一定要 東莊林學校 然後這個法律這個契約 究竟怎麼處理 對於貢獲的廠商 你有什麼樣子的方法 不要讓他們再提供 這不合格的食材 然後我們他提報文會議之後呢 我們又請他們 一定要務必落實來執行 這個報告所提的設計措施 這個是我們本會的一個建議 然後我們請教會 要持續的會統 農務會跟衛生局 來辦理一家午餐 吃飯 不定且的一個抽驗的監測 現在呢 教會已經開始 早就開始了 你每個縣市都會再抽獻 抽不抽了 然後也請教會 要多少學校 跟公益午餐之間的這個契約 如何來處理 我想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 校長的報病案之後 我想像這個案子 應該會稍微好一點 那我們也請呢 我會說 你必要去追堂 你這個蔬菜跟肉 也不合格的這個養殖戶 你的用藥的一個案 要在你的宣導 而且他必須要持續 對你這個 農產你的應的機構 你必須要加強來查核 好呀 好 我們也請會證書 你必須要去 擁有管控你的食材來源 然後你要加強來抽驗 OK 好 謝謝各位 謝謝柯小保官 因為這是個良心的法官工作 所以 但是我們又看到 很多的是用 之後再去做抽驗 那抽驗其實 我們都知道 抽驗不是今天 市場上抽驗以後 都一定會告訴我們的 那一段時間 等到告訴我們消費者之後 那個 有問題的呢 都到我們消費者的地方 所以這個流程裡頭 人家還留不說的 這個問題存在嗎